蘇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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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葉子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已經很久良llen了 沒有跟你們分享了中共,最近入手的新衣服 而近期的衣服 界下威風 有一件非常厲害的一件��도 是由三个文具界热门的知名品牌 共同推出而成 而这个限定合作啊 叫做Cheersong 日本Tombomono系列 还有白乐 还有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的Kokuyo 这一次啊 他们联名推出了一个水魔石系列 终于等到它上架 这个真的是我期待非常久的系列 我赶紧把它包色来介绍给你们看 它是用微雾面的灰色调底色 加上水魔石的元素 质感又可爱 搭配了总共五种配色 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每一款的配色啊 都是我颜色 粉 紫 蓝 绿 灰 不管是自动笔啊 原子笔啊等等的 它都是用这个颜色下去做设计 所以颜色的部分啊 我后面就比较不多说了 它们都是一样的 会主要着重在呢 每一款工年的部分的介绍来给你们看 那在影片开始前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一个订阅跟喜欢 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喜欢文具的朋友哦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往下看吧 首先呢 我们先来介绍 Tumbo Monographs这个系列 Tumbo啊 为这个限量的水魔石系列主题 总共推出了六个类别的商品 它们分别是 自动笔 原子笔 橡皮擦 立可带 笔芯 还有长条形的橡皮擦 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在使用 长条形橡皮擦的习惯 所以就没有入手 那今天就会来跟大家开箱其他的品项 第一个呢 是Tumbo Monographs 0.5mm橡皮擦自动铅笔 我自己啊 是入手了 全套的0.5系列 而它有出0.3的哦 但是0.3的部分啊 就只有我右手边拿的这个三只 粉色蓝色紫色这样子 它左边这两个就是 只有出0.5的系列 0.5的部分就是五个颜色 0.3部分就是三个颜色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0.5的啊 它是经典款的青亭牌摇摇笔 加入水魔石的设计 光它的外观就非常深得我心了 它的功能的部分啊 细节也非常多 从最上面的部分啊 来给你们做介绍 它这个是可以转的 你只要这样子顺时针一转 它的橡皮擦就会出来 给你们看 它如果到底的话就是这样子 它没有很长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随手 就是可能没有橡皮擦拿出来写 是还蛮方便的 它轻轻的转就会有了 不需要太大力 你如果太大力的转啊 就有可能会受损这样子 它橡皮擦的更换时间啊 就是如果你的橡皮擦 用久了会自动脱落的时候 就代表要更换了 那更换的话也很简单 你就是把它转到底 然后把它拔出来 就可以持出整段的橡皮擦 它有专门的橡皮擦T型 可以让你做更换 把它压进去 它会有一个卡的一绳 这样子就是有卡进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转回去 它的初心的部分啊 就是按动它这个侧边的这个地方 笔心就会很自然的出来了 不需要用太多的力气 还没完哦 这个笔夹它的细节真的是有够多 我跟你们讲 你把这支笔啊 像这样子顶着你的大拇指 然后往上面一推 你就会听到卡的一声 它就等于说 你可以锁住这支自动笔了 那这个功能有什么意义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过啊 随手带笔出门 自动笔在包包里面啊 翻来翻去 结果不小心刮到你的包包 或者是笔带 留下很多痕迹 导致你的铅笔盒里面 会看起来脏脏的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把这支自动笔锁住 这个时候你不管包包再怎么翻 它的笔心都不会跑出来 因为它其实已经卡住了 你这样子轻轻的动 或是这样在包包里面翻 它都不会打开 只有你就是真的要用的时候 你就往下笔 刚刚稍微再用一点点 像这样子 它就可以解锁了 虽然说也不是需要多大力啊 但是放包包 如果你在锁住的状况下 其实真的不容易去 不小心按到它的打开键这样 你把它打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继续就是 像平常一般的使用 它是摇摇笔的装置 所以你就是摇一摇 它的笔心就会出来 等于是说 它粗心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按动它这个侧边的这个按键 第二个呢 就是用摇的方式 让它笔心出来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 摇心的方式啊 有的时候效果好像不是太好 而且也还蛮费力的 所以有的时候 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比较省力 当然也可以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习惯 去选择使用这样子 更换笔心的方式啊 我们刚刚有讲 如果你是顺时针转动这个地方 是橡皮擦出来 但是你笔心要更换的时候啊 不是从这个地方打开 就直接擦笔心进去 不是 它是要从这个地方打开 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打开 这样子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就是把笔心丢到这个里面去 不是从这个橡皮擦的地方来补充笔心 你如果从这个地方把笔心丢进去 它会卡住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湿心的 所以它不会掉下去 你要从这个地方补充笔心 官方的部分啊 是建议说笔心不要放超过四根 就是四分应该是比较刚好的 它这个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卡住的这个部分 你就对齐它 像这样子 它就很容易就卡进去了 它手握的地方啊 是镂空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内部的状况 这支笔的细节真的是不少 而且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外壳 做的是饱和度算还可以 而且还蛮可爱的 好 接下来是TOMBO MONO GRAPH LIGHT的系列 来给你们看 这个系列总共也是五支 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五个颜色 这个TOMBO MONO GRAPH LIGHT 这款原子笔系列啊 之前就给你们介绍过了 它跟它的旧款啊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有笔杆样式的部分 有所不同 还有笔夹的部分 这次是只有做这种透明的设计 详细的部分啊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而这一次 因为它是0.5的嘛 所以就是配透明的笔夹 也是搭配了这次的五款主题色 它的优点啊 是具备高精度针尖 让你能够写出更细致 更骨感的字体 笔尖啊也很长 可以让你在写的时候啊 更看得清楚你写的字 而且它笔杆是细的 这一点是我个人的偏好 但是它也有缺点 它的品质啊 不是太稳定 很容易就会买到笔尖 不是肉末啊 就有可能是脆化的 这个几率我个人觉得是蛮大的 再来是它的这个握把处的地方 很硬 所以其实你可能没有写多久啊 你就会觉得手很痛 我个人是觉得不适合用于那种很多字的书写上 因为你写一阵子之后啊 它的笔尖的部分会漏墨 所以你写一阵子之后啊 还要做这个清理笔尖的动作 因为它的墨水啊会漏 所以它就会积在它的笔尖上 所以你可能写一阵子啊 就要去清理它的笔尖 我个人就比较不推 接下来呢是通过Mono 标准高性能塑胶橡皮擦 Mono的橡皮擦都是做这种变形的 一开始打开啊 你会觉得它塑胶味比较重 但一阵子过后啊 就会觉得好像还好 使用上的话 它们家的橡皮擦是属于比较偏软的 所以不用太用力啊 就能够使用 干净的程度啊 我个人是觉得已经偏中上了啦 它的侧边啊 有做两个这种凹进去的小角 它是主打可以防止橡皮擦断裂 但因为我刚刚有说 它本身就是比较偏软嘛 所以就真的还是比较容易断 我个人是觉得这两个小角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它还是很容易断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它们家的橡皮擦 力道可能还是稍微要再注意一下 下一个呢是通过Monograph 双导向盒笔心 它是HB0.5mm的 我是第一批上市的时候选购的 这笔心刚出的时候啊很贵 它一盒笔心要卖一百多块钱 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它真的一盒笔心要卖一百多 这种真的比较少见 现在出了很久 真的降价很多了 一盒大概五十块以内左右 就已经可以买得到了 但是因为我当时想要当 最早收集到那批人 所以一盒笔心一百多块 我虽然是觉得它偏贵 但我还是薄色了 我以前比较少在用Mono家的笔心啊 毕竟你们知道就是 习惯了某款笔心之后啊 就真的很难的去换掉它 后来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Mono他们家的笔心的一些特色 我发现啊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双倒向 什么意思呢 大家用一般的笔心啊 是不是常常都会有一种困扰 就是你只要用一支笔心 但是却不小心一到 就倒出了很多一大堆的笔心 弄的就是手整个脏脏的 你还要把它弄回去 那他们这一款啊就是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Mono他们家的笔心是双倒上的 给你们看 它就是它这边有写 可以左滑或是右滑 我这边就拿一个给你们看 它可以瞧左边 也可以瞧右边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它的洞口大小其实是有差别的 它就是可以往左推或是往右推 那如果你是把这个正面朝上啊 往左推的话 它就是大孔 那你一次倒出来啊 就是很多的笔心 就会跟一般的笔心合一样 一次就会倒很多出来 那你如果是往右边 它就是小孔 那给你们看哦 它就是一次就是一根笔心会出来 给你们看真的就是 只有一根 所以假设说你今天就是 只需要用一支笔心的状况 你就可以就是做调整 那给你们看 如果你真的忘记啊 它这边有写 如果你是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一支笔心 这边的话就是多支笔心 就是往这里 就是多支笔心 所以你一次假设你只要倒很多 你也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倒 它的外壳啊 前面这一面呢 就是这次的水魔石主题设计 然后背面的这边就是透明的设计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笔心余亮的状况 比较可惜的是啊 这个系列都只有出HB的 所以对于像我这种 习惯用2笔以上的人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那如果你是要拿来考试啊 也没有办法用它画卡嘛 不然会太淡 这是我觉得它里面 比较可惜的地方 不然其实它的盒子 真的是还蛮可爱的 接下来呢 是TOMBO MONO AIR 5MM修正袋 NONTO的最后一个联名商品啊 就是这个修正袋 那立可戴的部分啊 我自己是只有入手紫色 因为它的底色啊 不管你是哪个颜色 它的颜色都是透明的 不是饱和的那种底 所以它的颜色啊 看起来就会给人 比较暗的感觉 我自己就觉得比较还好 水磨石的部分啊 也相对的就是比较不明显 因为它底下的部分 就是透明的嘛 所以你水磨石的部分 也没有到很明显 但使用上的部分 我是觉得还可以啦 它的外观也还算简约 是很直觉式的使用方式 使用起来也是顺的 但是没有特别经验的地方 我当时是一个109元入手的 一开始的价格真的比较高 现在真的出了好一阵子啊 价格真的掉了很多 你们也可以去 就是各大手去看看 也有可能会有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百乐的系列 百乐的系列啊 它的产品其实不是太多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百乐的叉叉笔 这个叉叉笔啊 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 最近他们家的叉叉笔 真的还蛮红的 是有紫色跟绿色 还有一个绿色我没有买 因为我个人对绿色是比较还好 但其实绿色的功能啊 跟紫色不一样 紫色的部分它是这种 细致笔的笔头 绿色的部分呢 它是荧光笔的笔头 而他们两款都是叉叉笔 而它的叉子是在前面 你如果是绿盒的话 是在后面的地方 他们的外观 其实不是太一样 就是不是只有盒子不一样 他们的内容物也是不一样的 那你可以就是 看你自己是想要这种 细致笔的笔头啊 还是你想要那种 粗的荧光笔笔头 可以就是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 剩下的部分啊 我们就直接来 带大家看一下它的试色 大家应该比较好奇的是 它的颜色部分 不然它的功能 就是一般的叉叉笔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 也订是什么 有点准备的 有点准备的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到这个白乐的自动笔系列 这个自动笔啊 我自己是比较少用 因为我前面有说 我是比较喜欢用细笔写字的人 所以这种比较胖的笔 我个人是比较还好一点 但是他们这次的配色 我真的觉得很可爱 我一开始只买了一个颜色 后来就觉得 就是收到的实体还蛮可爱的 所以我又再买了一个粉红色这样 所以我主要就是 这系列它也是五个颜色 我是收了紫色跟粉色 它这边也有教你 就是可以去做这个内部的这个 我直接打开给你们看比较清楚 它就是像这样子一支 很直觉式的嘛 你就是按了 它就会出笔心 它旁边是没有做笔夹的部分 就是像这样子 它前面是这种软软的 就是类似果冻笔的概念 它这个地方啊 有教你怎么去做拆解 那我这边就 再给你们看 它是可以打开的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替换这个 里面的这个软的这个配色 你就是可以把它就是拿出来啊 然后换成可能你想要粉红色一个 紫色一个 或者是蓝色一个 什么色一个这样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组合 但是它这个组合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啦 就是要慢慢的这样子推进去 就不是那么好换 我个人觉得 其实它本来的颜色 就已经很好看啦 好像也没有要替换的必要啦 而且如果你是紫色 然后这下面有一小段粉色 好像也蛮奇怪的对吧 所以我自己是没有想说要做更换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换成你其他喜欢的颜色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可以用 它们家的其他款的笔 就是这个系列 其他款的配色 去做更换 反正它这个四格啊 你就是可以随意更换的意思啦 它摸起来就是软软的 但它的笔身是稍微比较偏粗的 跟刚刚的这个 真的就是这个粗细是稍微有差啦 就给你们做个参考 没有人喜欢那种粗粗的笔 所以就看大家喜好咯 好那我这边就是直接做一个试写给你们看 它书写起来还是会有一点声音啦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不是太明显这样 我这款是我以前 我小的时候很红的一款笔 这次竟然就是跟上了这一波的联名 去做这个设计这个水魔石的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值得入手的 写起来是还算蛮顺的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这种粗笔 我自己是写久了也会比较不习惯 它们的笔头这边 也是有附橡皮擦的哦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暂时擦几个字 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笔身其实还蛮好看的 好啦那这一次呢就是以上跟大家分享这次水魔石的系列 那KOKUYU的部分啊主要是笔记本 我自己对笔记本比较还好 所以就没有特别入手 那呢我自己是比较入手将这种笔款的部分来介绍给你们看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喜欢这种水魔石元素呢 如果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会出过最新的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